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 鬼城 影片一开场 大眼哥和大眼妹等人呢 正在拍摄一部灵异纪录片 这帮孩子把气氛烘托的不错 搞得像真的有冤鬼在这里出末日 龙套书看完之后觉得没啥意思 但为了给这帮人留点面子 让他们留下了联系方式 这帮人显然是碰钉子碰的多了 意识到龙套书不过是客气客气 其实根本没有戏 大眼哥说咱干脆自己上传到视频网站试试看 转场之后 大眼妹刚准备上传视频 大眼哥凑过来瞎起腻 大眼妹说去去去 一身的汉王甭往这扯来劲 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 点击率很快就达到了19万部 一家专门拍摄灵异纪录片的公司 在他们的视频下留言 希望能跟他们见面好好采难 转过天 大眼哥等人来到了面摊书的公司 面摊书说 我们打算在日本的长期拍一部灵异纪录片 叫做端岛计划 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小甜甜一听就吓屁了 说那可是著名的闹鬼圣地 面摊书说 什么鬼呀事儿呢 全是封建民意 咱们拍这玩意儿 就是忽悠忽悠那些脑残暂赚点钱 我想让你们去那儿 帮我拍个片子 你们敢不敢去啊 大眼哥说 我们可没钱去日本 面摊书说 只要你们愿意干 我这儿有预算呢 这大眼哥由于爱赌球 欠了一屁股的人 急等着钱用了 于是便答应了 面摊书说 眼镜哥的泰语日语说的都好 到日本之后啊 我安排他当你们的向导 我就不去了 大眼哥说 那可不行啊 面摊书说了 咱必须得一起去 要是因为你丢了这笔生意 你良心上过得去 这小长毛暗恋小甜甜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由于没有勇气啊 一直不敢向小甜甜表达爱你 大眼妹说 瞅你那怂样 赶快上啊 你要是不说 指不定哪天 他就跟别人开的机车了 出发的日子到 几个人开着车前往机场 一路放飞着他们的梦想 小长毛说 咱是不是应该一个人买份保险啊 到时候万一交了翻票 还能给家人留点遗产 大眼妹说 咱这是去工作 不是去这壳饭 你就甭跟着下散弹 来到日本之后 为了在临死前不留下遗憾 一帮人在眼镜哥的带领下 开始到处下出传 傍晚时分 大伙下榻在了一间酒店 在酒店的过道上啊 大眼哥和小白脸 遇见了漂亮的大兄妹 把这哥俩全都看醉了 这大兄妹可不是凡人呢 一会儿出现在海边 一会儿又到大眼哥屋里 溜达一圈 到了后半夜 小白脸发现 大兄妹钻进了自己的废窝 而且还跟他啰哩把锁 大眼哥半夜起来撒尿 突然看到小白脸和大兄妹 走进了隔壁的房间 他站在椅子上 刚往隔壁一看 就被大兄妹给发现 吓得他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他机灵灵打一冷战 才发现是自己做的一场噩梦 第二天那一早 大家伙在前台等着退房的时候 小白脸突然在墙上 看到了大兄妹的照片 大眼哥说 昨晚上你们俩玩的挺happy 是不是门娘蜜了 这个时候眼镜哥走了过来 大眼哥说照片上的女人谁啊 经过眼镜哥询问前台 大家得知了 照片上的大兄妹 是这家旅店主人的女儿 几年前由于生了一场大病 丢了命了 小白脸说别扯淡了 昨晚上我跟大眼哥 在过道上还跟他见过面 原来大兄妹当年在结婚之前呢 他的未婚夫去了外地之后 就像肉包的打鼓 一点音讯都没有 直到大兄妹领了盒饭 他的未婚夫也没出现 转场之后 几个人乘团前往端岛 眼镜哥说 这个岛已经被诅咒了 甭管是谁 只要去岛上瞎球转呢 回家之后准备领和盘 来到岛上之后啊 几个人边瞎学末 边进行开术 在一个破坊间呢 大家发现墙上 写满了死亡者的名单 这帮人里啊 就属大眼哥的首线 这哥们居然把自己的名字 也写在这上 大眼妹说 你是不是有病的 这上面都是死者的名字 你不要病了 大眼哥说 什么鬼啊神的 都是封建民意 眼镜哥说 这可是个不祥之地啊 楼上你们千万可不要去 大眼哥说 这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不上我不上 接下来啊 是一些比较俗套的 恐怖桥子 新鲜玩意不多啊 咱就不多说了 当大眼哥拿着摄像机 来到一个房间的时候 发现在一张破桌子上 放着大兄妹的照片 和他的骨灰罐 原来大兄妹死后啊 他爹地把他的订婚戒指 和骨灰罐放在这儿 就在大眼哥看得 如痴如醉的时候啊 一不留神 把骨灰罐给打碎了 大眼哥拿起 大兄妹的订婚戒指 一看呢 发现成色不错 意识到是个值钱货 于是这哥们 便居为己有了 大兄妹的骨灰 阴魂不散 迅速迷蒙了 几个人的双眼 看这意思 估计是该有人领话话 小白俩说 据说骨灰进到眼里 就能看到鬼魂 小白俩的话 刚说完呢 诡异的一幕就出现 把整个大楼 吓得当下都是猛的一颤 几个人一看 大师不好 撒拉子就跑啊 然后迅速离开了断脑 这眼镜哥 看来是被吓尿了 大兄妹的鬼魂 不仅跟着大眼妹去吓尿 还和小白俩一起睡觉 最后又把大眼哥给吓一跳 不仅如此 他们拍的素材 也全都莫名其妙的毁掉 大眼哥说 这下可坏了菜 钱都收了 咱怎么跟面谈书交代 这个时候 小白俩看到大眼哥手上 戴着一枚戒指 他上网一查 发现正是大兄妹的 那枚订婚戒指 而大眼哥自从戴上 那枚戒指之后 就再也取不下来了 而且大兄妹 还不断的在他梦中出现 这哥们一看也没法办了 只好一咬牙 把手指头给切断 哎呀 这种事你不说去医院 一个人在家里蛮干 这有点太扯淡了 大眼哥刚忙活完呢 小甜甜突然不请自来了 小甜甜说 咱俩是怎么办呀 那天你说你爱我 你可不能说了不算 大眼哥说 你本跟我臭来劲的 我跟大眼妹才是一对的 小甜甜说 你这个臭流氓 你不爱我 你为啥骗我上床 哎呀 这情节我也是醉了 从头到尾 也没见你们俩一起睡呀 两人正纠缠不清的时候 耳环哥来找大眼哥讨债 大眼哥一看债主上门 一下就慌神了 耳环哥找不到大眼哥 就是一肚子的气啊 这哥们一怒之下 把小甜甜给闭那么一 这哥们忙活完呢 又把大兄妹那枚订婚戒 这个顺走了 这俗话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耳环哥刚坐上车 就被人给干掉 这杀手是谁也没介绍 这耳环哥死的也是莫名其妙 大眼哥站在阳台上 一看耳环哥领了盒饭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当他返回房间 发现那枚戒指阴魂不散又出现 小甜甜回到家 就心思着要自杀 可自杀这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 大兄妹的鬼魂 一看小甜甜没勇气 便打算助一臂之力 当大眼妹等人赶到的时候 小甜甜已经跳楼格的屁了 自己的女神一领盒饭 小长毛疼的是肝肠寸乱 这哥们正在家以泪洗面的时候 大兄妹的鬼魂突然就出现了 紧接着大兄妹一发功了 小长毛的气氛算是杀了轻的 迫于严峻的形势 大眼哥小白脸和大眼妹 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但此时的大眼哥脑子已经彻底乱 最后三个人是不慌而散 大眼哥经过分析 认为这一切都是那戒指做的罪 于是他便再次来到端岛 打算把戒指还给大兄妹 而就在这个时候 诡异的一幕出现 原来那天在逃跑的过程中 大眼哥已经领了好饭 哎呀 既然早都已经试鬼了 那切手指头的时候还滋挖乱叫 这不是吓唬闹吗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嘛 这篇漏洞比较多 尤其就说大眼哥 你和可爱小甜甜 到底啥是开的车啊